普丁他一開始就說這是叛國行為 不讓1917年一戰事件重演 他一講完話之後 車審領導人馬上卡德羅夫說 完全支持普丁總統說的每一句話 然後俄羅斯公共商會也說 呼籲瓦格納放下武器 這樣子輿論全部都變了 我說在俄羅斯的部分 好那最新的演到哪裡呢 俄羅斯的副外長鲁登科 他其實跟大陸外長秦剛有會晤了 6月25號就中俄關係 跟共同關心的國際跟地區問題交換一件 這是中國大陸這邊的說法 但是俄羅斯外交部他特別說 中方表示支持6月24號事件 為穩定國家局勢所做的努力 好另外不只是跟秦剛會晤 馬昭旭他其實也跟這位副外長有進行會晤 談什麼呢 嚴峻國際形勢還有及時的溝通對表 上海合作組織維護地區安全的穩定 烏克蘭危機等議題交換意見 我要先給亮哥看一下我的筆記本 因為這本筆記本上有寫兵件 不是剛才抄你的 對 英雄所見略的 對 因為從第一時間大家開始說 這到底是個什麼事件的時候呢 當然普京他自己說這是 是叛國 所以倒是叛變嘛 可是西方呢都一直說他是政變 所以說西方高興了一天 就是他們希望 因此就會產生他們常常在希望 叫regime change 就是政權可以更迭 然後可以推翻普京 好 所以他是政變呢是叛變呢 我後來就寫了說我覺得他是一個兵 兵艦 因為他是對少依谷跟格拉西莫的一種反彈 那我補一下一些歷史喔 就是他背後的事情 其實在西方時常有 譬如說羅馬帝國 在卡薩之後呢 有很多大將軍時常就是帶著軍隊 去跟元老院要東西 那他這一次主要的事情是 當巴赫姆特結束之後 少依谷跟這個格拉西莫 就決定要消翻 也就是士兵權 那希望他們都能夠加入 跟國防部簽約成為合同兵 那你想想看這一次在前線喔 我們都曉得瓦格納以前 我們最熟悉他是在非洲打仗的傭兵 他不是在烏克蘭 可是這一次因為國家需要 他把他的兵全部撤回來的時候 總共前前後後有8萬人 那這中間呢有1萬5 就是他這些新招呼的人呢 已經變成了跟國防部簽約的 國民兵的合同兵 另外還有大概3萬5千 他們是前罪犯喔 他們因為他們跟他簽約了以後 合同到期呢就可以恢復自由 所以他們也許會變成合同兵 也許他就變成自由人喔 所以1萬5跟3萬5決定了以後 還有2萬5是真真正正的 瓦格納的親兵 那今天如果你是普里克金 這個瓦格納是你從將近20年來 逐漸逐漸養大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團體 而且他不光是在烏克蘭 發生了重要的影響 他在歐洲的在非洲的很多重要的戰爭 他都非常重要 那在這個時候 要把你的2萬5千名清兵也背久士兵權 消翻成為國家的合同兵 而且呢主導的又是跟你在這個一路上面 你就指他那個後勤也不來啊 他的攻擊也攻擊錯啊的邵伊古 跟格拉西莫 所以他第一時間做的是什麼 他第一時間做的是他希望普京能夠進來就介入嘛 但是你從一個普京的角度來看 他怎麼能夠反對他的國防部的這個提案呢 所以他正式說他覺得國防部這個提案 讓這些人成為合同兵也是一個好主張 所以當他聽到這句話的時候 等了一個多月沒有結果 他知道沒有辦法了 所以他只好用兵艦的方式 用所謂的叫做正義遊行 他先拿了南部的羅斯托夫 羅斯托夫附近有一個核武器基地 所以他在這裡就利於不敗 並且他是南部戰區的總部 他在這裡呢他就進可攻退可守 他叫大家遊行到那個莫斯科 可是莫斯科這一次是嚴正以待的 因為普京在一天之內 他就定義說這是一個叛變 所以他就是在路上啊也挖了壕溝啊 然後叫大家在家裡不要出門啊 所以他的空中部隊都成為空警 也就是告訴他說你不要亂來 我真的不會容許你帶著兵隊 軍隊到莫斯科來 那當然背後我們剛剛已經講過了 盧卡申科在中間做了很多的角色 所以我們最後盤點一下 美國跟烏克蘭希望推翻 但普京的這個想法呢是沒有達成 所以這邊輸了啊 普京呢他希望某一種的平衡 因為他不能無帶無機的去處理 少益谷 但是這一次在最後達成的協議裡面 他有說要去處理少益谷 跟格拉西莫 所以他達成了他的某一種的平衡 那麼對瓦格納來說 這一次除了讓這個 普里科金到白俄羅斯 他個人去白俄羅斯以外 等於是給他一個安全保障 當然大家都知道這些帶頭的人 很容易被暗殺啦 或者被其他方式是很不安全的 所以他選了白俄羅斯 可是同時也答應了他原來的 兩萬五的那個最後的那些親兵呢 回非洲去 所以他回到非洲去 繼續可以成為傭兵 他所有的這些商業的安排呢 都可以重新恢復啊 因為他們在巴赫姆特 整個完成戰事底定以後 他大家可能記得他在那個電視上說 我們已經完全控制了巴赫姆特 從今天起我們就要把巴赫姆特 交給俄國俄羅斯的國防軍了 所以他們就從這個戰場就撤出來了 所以這兩萬五千人 就是他最在乎的 我這兩萬五千人不要被你 俄國的國防部把它收掉的 這兩萬五千人呢 目前我在一份報導裡面看到 他們可以回非洲去 所以說他原先想要達成的達成了 因此他說我們現在要走 要撤從莫斯哥往回走呢 叫做As planned 就像我們原先的預計一樣 那麼這件事情裡面 還有一個人是個很重要的角色 就是車程的總統 他前面呢就效忠了 輸成了 等到最後呢達成協定了以後 他又說團結了 所以他是這個真正的一個 在這一場這個言辭交鋒裡面 應該是普京最可信賴的一個盟友 好這些講完了以後你就看 在這一段時候美國在北約做一個大演習 剛剛做完 然後這是空中衛視的大演習 然後大家都說這個俄國可能沒有能力 再做什麼什麼事情的時候 他在其他的地方也做很多的軍演 因此我們如果倒回來看烏克蘭的戰事 很多人在昨天的時候 尤其是美國人說 這烏克蘭是一天就要結束了 現在看起來俄國還是心有餘力 可以繼續在烏克蘭 施行他們所謂的特別行動計劃 並且會堅持他們當時所要求的三大主張 最近我看到普京有好幾次說 美國在這過程中間 譬如說在去年的3月29號那時候 透過了土耳其就騙了他們 大家本來同意的 所以他們從基辅撤兵的 後來美國就一天就撕毀了所有的協定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在烏克蘭這個戰場上 美國是一個絕對不可信的盟友 因此他自然不可能成為一個中間協調者 那麼現在真正剩下的最後一個仲裁的 大家可以信任的協調者呢 應該就是家元說的中國大陸 因為他們從頭開始就是勸和促談 到今天沒有改變 對 一直都是秉持勸和促談 所以呢 那美國被講說 他早就已經選邊站之外呢 那針對這一件事情又被講說 西方媒體的輿論呢 一開始也怎麼樣高興了一半 高興太早了 沒想到24小時 普丁就已經完整的拆除了這個炸彈了